王阳明与蔡诗云抢救鬼扶红!船长死要前惹意! 看不过瘾!快加入虚!新闻粉丝团! 日前有澎湖渔民捕获到西欧罕见的鬼扶红,于是有网友私讯给王阳明,希望他能帮忙救援,因为听说船长要一千万才肯放了鬼扶红,于是王阳明与老婆蔡诗云在社群上PO文,呼吁希望船长能将鬼扶红放了,不过也有网友表示船长没有说要一千万,希望不要误导大家。 王阳明22日凌晨在脸书发文表示澎湖缩港有一个船长抓到一只鬼扶红,然后不放声,就把他绑起来,换他自由!快帮忙,不然他快要死了,太残忍了吧!如果有心就放了他! 我太失望了,蔡诗云也在IG上发文求救,并表示船长死要前不肯放声。 但据澎湖时报报道,有渔民开船到外海附近钓小馆,遇上这只体型超大的鬼扶红突然缠上毛绳,船长与渔工想要解开绳子,但是花了两个小时仍无法顺利让鬼扶红脱困,因此才会将其拖回港口。 现场有传言只有人想要花钱买下鬼扶红放声,但是船长开价一千万,对此,船长的儿子则是完全是乱说,船长也喊冤。 最后这只鬼扶红又被船长拖回外海,在多名志工的帮忙下,终于解开绳子,让鬼扶红脱困,但是因为鬼扶红已受伤,所以生死让男人已预料。 根据行政院农委会民国105年7月1日实施鬼扶红于祸管制措施,鬼扶红不算是绝种物种,也没有法规规定进步。 但是渔民若是捕获到需要向主管机关通报。 于是有网友希望王阳明能补上后续相关法规问题。 虽然我们看得不舍,但渔民是有守法的,他们没有在外海就将其支揭,这点应该要给他们鼓励。 像你们有如此影响力,希望能朝推动修法的方向走。 之后王阳明也修改了贴文,并认为台湾保护宾威武种法律必须要改。 澎湖的朋友谢谢您的关心,也谢谢那几位出海下水街,街,开绳子就鬼扶红,换他自由。 不管怎样,希望他还活着,但你们有办法想象被绑起来那么久吗? 听说他身上全部是伤,我还是很难过,很失望。